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此我们想要了解它成功的关键因素 阅读过相关文献之后我们发现 大部分的文献都是针对厂商做SWAT及4P的分析 或者是对使用者做使用者满意度及设备的调查 而我们又更深入的去了解厂商与营运商之间的合作关系 以及民众对于北市府的政策的看法 而我们也想要了解设计运动站点是否能具有达到检验检查的功效 而过程中我们意外的发现了融入外部性的存在 而我们的研究方法是透过文献分析理论验证电话谎谈及问卷调查法 来了解参应的关键 参应的关键第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坚持推动北市府 而北市府是如何坚持推动的呢 北市府预设成数的目标 98年的时候启用了示范营运计划 而营运的期间是绩效不佳 但他们仍持续坚持推动并且扩大办理 也实施了前30分钟免费的政策 有了坚持推动北市府 第二个重要的关键角色就是对球唯一的厂商 而厂商是如何对球唯一的 这个陈建源游是在某次瑞士首都市长来到台北 问到刘金标总市长是台湾的自行车举世文明 为什么到了台北却看不到自行车骑车风气 因此刘金标总市长决定承接 而承接前三年都是面临亏损的状态 也连捷安特公司内部都起了反对的声浪 但身为自行车龙头的使命感 热情的虚实下 刘金标总市长决定将U-bike单独成立事业部 并以追求唯一为目标开创新局 我们也借由企业价格六大力量来了解 临金标总市长是如何 如而带领团队开创新局 我们也借由企业价格六大力量来探讨 刘金标总市长是如何带领团队开创新局 也正如了金标总市长所言 做好有意义的事可以改变世界 这个创造三年的关键是热情参与的民众 为什么呢 我们透过问卷调查的 就是民众一开始知道U-bike的方式 是透过路上看到或是经过站点处 这得到了免费行销的效果 然后呢 平家议的使用原因都在 都是因为免费使用 然后平均每次行程都在半小时以内 然后我们也针对硬体设备做 做满意度的调查 然后发现大部分的硬体都满意度都到六七成以上 然后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政府在自行车道会划上却只有28%的满意度 然后整体的满意度呢 从0到10分的评分标准下 U-bike拿到了7.8的高分 也调查了民众对政策的看法 然后以违规期点为例 民众对违规期点的这个政策呢 只有三成的民众知道 然后七成是不知道的 然后在半小时的免费活动结束之后 会有一般的民众呢 7成的次数会比平常少 因此共创政商民参与的关键呢 是坚持推动的北市府 然后追求唯一的营运营商 以及任期参与的民众 然后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意外的发现 创造世界第一的美名呢 并不全是前30分钟免费的政策 还有我们外部系的存在 然后我们透过和高雄Seabag的比对之后 发现高雄的Seabag 虽然他们在习程的前一小时是免费的 但日洲转运却只有四次 然后台北市的U-bike前半小时是免费的 但日洲转运却高达了12次 好那什么是网路外部系呢 网路外部系就是随着租借的站点数越多 然后租借的次数也会跟着直线性的上升 然后在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北市府获得的不仅市民的满意度上升 他们也达到了绿都 也达到了绿都跟那个国际上的形象的提升 然后也有节能减碳的效果 那节能减碳是怎么计算呢 我们是针对 我们是根据环保署提供的公式 然后计算出这张图 然后这张图呢 它代表的意义是随着租借次数的增加 然后呢 减碳量也会跟着也有显著的效果 南特在推动U-Bike的过程当中获得的效益呢 是不仅成为国内外取新的典范 郝龙斌市长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好 为了成就世界第一的真正美名 所以我们建议 建议 我们建议的北市府 前三十分钟的免费活动结束之后 要回归使用者付费 然后也要 也要做好自行车道的规划 然后也建议 建议U-Bike的公司要加强他们的保护措施 然后等候群人要有明显的标志 中间的消费 对 大小时 正确有明显的标志 给你 我就把这种表现 又有明显的标志 明显的标志